說到魔術 就會想到其中的四種經典 出現 消失 傷害無效 穿透 2014年新生代魔術師 挑戰全新元素 驚慫 競術師 周瑞翔 二十三歲 魔術資歷八年 現為白鴿子魔術劇團團員 曾參加過中式達人總動員的 周瑞翔 最擅長的就是用恐怖驚悚的魔術 嚇壞評審 甚至連高空鋼絲加丁床都敢挑戰 五 四 三 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他如此熱衷於表演這種類型的魔術呢 因為我喜歡把一些電影 或動畫特效的東西 把它拿來現實生活中呈現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的一些 我可能會比較的恐怖魔術 就是我之前可能看過的一些效果 類似的 然後把它翻到我台上 在現實生活中呈現出來 一開始學魔術到現在整個歷程 其實中間也經過很多蠻辛苦的時候 譬如說 我相信很多魔術師都一樣 就是在一開始我們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然後我們花錢去學習 花錢買道具 花錢研究 參加大會 那因為大家一開始可能都還是學生 那經濟狀況真的會沒有那麼好 但是為了這個我們常常會 可能真的會有一餐沒一餐 為了完成一個魔術 我最久花過大概兩三年 然後為了完成一個好的魔術效果 我可能 也許這個東西真的稍微危險一點 但是 我覺得 為了一個效果 我願意去嘗試它 然後讓它在舞台上發聲 讓大家看得到 瑞翔他會是 會為了一個魔術的效果要很好 他會不惜犧牲自己的幸福 對 像我們剛剛在討論的時候 就是 比方說 吃魔材啊之類的 就是 就是瑞翔真的很願意嘗試一些 比較危險的東西 那我覺得還蠻佩服他的 你必須對某個題材 了解夠多你才能 真正對它有感觸 然後 激發你 它才能真正讓你 創作出一個 有意義的作品 競術師周睿翔 賭上命的表演 今天他將帶來 恐怖競術的極限 馬上就來欣賞 周睿翔的表演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睿翔 今天第一個 要和大家分享的魔術是這個 照片裡的草人 我要大家仔細看著 照片裡面的這個草人 你會發現它越看越立體 越看越立體 然後 它會像 它會像真的一樣 走出照片來 而這個草人看似平凡無奇 其實它很特別 它就像我們每個人一樣 它像我們每個人一樣 從出生的那一刻開始 開始學會呼吸 開始學會站立 開始學會思考 不過也就像我們每個人一樣 終其一生最後都這樣倒下 好 這個草人 從照片裡面走出來的草人 最後它將走回原本屬於它的地方 謝謝 大家今年只有23歲 但是從事魔術的資歷已經有幾年了 八年了 等於說你十五歲 十五歲開始學 那時候怎麼會接觸魔術 一開始是 看到電視上一些魔術效果 覺得很神奇 我爸爸小時候也會變一些那種 大家可能都有的小禮盒啊 那種我很有興趣 國三的時候就到一間魔術店 找老師學這樣 可是你的魔術為什麼風格都是以 因為其實很多效果要 馬上嚇到人 我們在電影裡面看到的很多效果 要嚇到人其實就是 從恐怖來切入的 對 那你那個 曾經在驚險的表演過程當中 我們剛好看到影片裡面有一個 你是不是也是 是逃脫還是 對 我在 那是在節目對不對 對 在節目裡面 然後被倒掉起來 下面放釘床 然後我要在現實內逃脫 不然它就會 砰 直接砸下來 我是倒掉的 所以頭會先沼地 幹嘛這樣子金線 幹嘛咧 為什麼要這樣 但你做這麼危險的 有沒有 任何一次是 你知道最接近危險的時刻 或是事物 真的會跟生命安全有影響的 有 我有一個表演叫巴西火龍 對 本來今天要帶來 但是可能節目時段的關係 那是一種水果嗎 巴西火龍是一個榮源 是一個榮源 榮源 就是我們台灣的榮源 對 我知道 它是一種爬蟲類 那是有 是有毒的嗎 是有毒的 你要跟它玩什麼呢 總之 生吞火龍 最後 對 很可惜今天沒辦法帶給大家 我開玩笑來 真的要吞它 等一下 你 你曾經在做這個 對 這個魔術 這個 你說這個火龍 巴西火龍 它到底有多毒 只要如果吞下去的話 它的毒液喔 對 我吞到它的毒液一毫克 一毫克是一稀稀的意思 那它平常會攻擊人嗎 不會 不會 它平常就像 寵物 寵物一樣 只是它的體內含有的毒液 是這麼恐怖的 那一次發生了什麼呢 我曾經練習的時候 我知道練習的時候 要很避免 真的吞下去 但是我必須在 讓它在嘴巴進行練習 多大一隻 大概這麼大 但是你養的那隻是這樣子的是不是 對 差不多這樣 所以你在練習的時候 我有被它毒到過 然後有臉部麻掉過 整個半邊臉麻了幾個小時這樣 哇 會不會麻痺喔 那是神經毒喔 神經毒 是神經毒 很可怕 哇 巴西火龍 這也是賣命的 巴西火龍原產於中國 這個東西厲害了 它的基本上它的皮 它的毒線就在皮下組織 一般會分泌這個毒 它的毒屬於那種 河豚那種 河豚那種 對 河豚樹 像河豚那種 所以在日本的刺激 如果沒有清理好的話 你吃錯河豚肉那時候 嘴巴會麻痺 會麻痺 嘎嘎 然後口嘴會流 就像打麻藥一樣 沒有被毒過 然後呢 看看這個火龍的這個 目前的這個毒 還沒有解藥跟血清 基本上 所以你每次練習都是一個賣命 你現在還有在做這個表演嗎 有 太重 今天太重要 請你來 雖然才23歲 各位 對不對 因為你不會知道他什麼時候會走 你不會知道的 一個魔術師呢 從發想到完成一個表演 完整的魔術大概要多長時間 每個人不一定 我自己的經驗最久有到 什麼 2到3年 2 3年 對 一個完整的魔術表演 哇 你到目前為止學了8年 花了多少錢 你算有沒有 沒有認真仔細去算 大概 大概應該有十幾二十萬了 已經花了十幾二十萬 重點是買道具嘛對不對 有些大型的道具可能就更花錢 還有可能要演習啊什麼 出國演習之類的 今天 在這裡 最強的巫術師 好不好 我們本來要用鏡術 是鏡子 鏡魔術 對 可以可能會到那種 播出的尺度邊緣的 18鏡的那種 播出的尺度邊緣的 但是 無奈我們節目是雅俗共賞 對 所以今天呢我們做了一些 比較驚悚目瞪口袋的內容 各位一起來感受一下 張大眼睛看清楚了 今天要帶來的什麼樣內容 接下來要帶來一個 液體 液體 水的變化 水的變化 水的變化就是三態啊 液體 固體 氣體啊 三態 變化出來就叫變態 這個變化做三態 值得好好地觀賞 歡迎精采的播出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這個部分的表演 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關於水 液潭 我們在這邊 我們要先從科學的角度切入 水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液潭 然後我們知道水在一個地方 當那個地方 當那個地方它的溫度瞬間 升到攝氏100度的時候 就會 氣化 然後 氣態 謝謝 好 相反的 如果水在一個地方 它有溫度 瞬間降至0度的話 好 暴態 冰塊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到第二個部分 第二个部分我希望大家 抛开我们之前的尝试还有知识 我们在这边要用到的是想象力 首先水是孕育万物的一个东西 而我们不知道的是 当水里面有生命的时候 水会变得非常特别 特别是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下 它会抛开它原本原本的三态的形态 形成第四种特别的形态 像这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掌聲鼓勵 妳的感覺是什麼 我這麼近距離 我看到那個變成冰塊 好神奇喔 怎麼會 就一點破綻都沒有 視覺效果挺好的 對啊 很厲害耶 瞬間 因為剛才剛好是兩邊嘛 一個是水的山態 水的變態 然後我剛好擔心那個魚的安危 水變氣體跟水變固體 在那個桌子完成 然後這是水 原來可以抵抗低吸引力嘛 所以妳對於那邊的 比較折折稱奇 對 我覺得這邊好神奇喔 他手只不過放進去 我覺得這個魔術是 他應該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有部分是以老的魔術 對 老魔術是 我覺得 又結合他自己個人的風格 新的元素 對 但是我是覺得 我比較喜歡旁邊變魚的那一個 因為那個是很難的 是很難耶 尤其他把一顆飼料塞進去 一般的人可能看電視 或是我們就開始想 是不是有一個人薄薄的保鮮膜 把它封住 因為水這樣 反正都透明了對不對 可是他可以把 就是他為了讓大家知道 他是真的還是表面是水 所以他把飼料放進去 最後魚這樣下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他厲害的地方 你飼料怎麼放進去的啊 用手放進去 他用手接觸隨便 他以為很親切他會告訴你有沒有 我想說隨口問問他就把答案交出來 會不會隨便講出來 可不就是廢話嗎 用手放進去 眼睛每一瞎都看到用手放進去 不是 可是變魔術的人最喜歡就是 你問他怎麼變的嘛 然後他就在那邊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這是魔術師才知道的秘密啊這種 你剛剛那個魚那邊是水 是在當大家面前加的水嗎 還是水已經在了 水已經在了 但是我先把水倒出一點 水還倒出來一點 對 這比他沒有封口 我還想說 是不是一個魚的小紙片在裡面 沒有啦 但是真的活生生的魚 真的魚啊 壓緊了倒過來之後 這個是有可能的 因為在它不透的情況之下 它是有可能有表面張力的情況下 拉扯的 所以等於那個水沒辦法做手腳 對 所以他就是先解惑給大家 最賤的是 那飼料放進去然後飼料 整個這樣子在裡面結合 所以我就說要訪問魚啊 魚啊...請你告訴我 所以你可能要訪問快一點 因為等一下那個電池沒電 魚就不會動是不是 那是真的啦 你說魚最清楚 搞不好魚現在本來也在會說 很奇怪… 對… 沒有魚只有那一秒記得 因為他記憶好像只有幾秒嘛 對 而且重點是通常的模式 我們大家都看過 像剛剛成哥講 搓劍啊 切的那個 我們都知道下一步是什麼 瑞翔的模式是 我們永遠不知道 他下一步要做什麼 這個才是最奇怪的 就是有時候我們可預期 這是不可預期的 不可預期 所以他原創性很高 看完剛才周瑞翔的精采演出後 相信觀眾朋友們 都還在驚訝當中吧 趕快來看看 他能不能夠通過鑑定吧 23歲 魔術之獵八年的周瑞翔 合格了沒有 過關了沒有 通過認真的沒有 最強鑑定團請決定 恭喜 恭喜 嚇我一跳 恭喜 恭喜 好 他為什麼過關 來 弄弄 其實我覺得 每一次看魔術都是很開心很快樂 不管他是金手魔術 特技魔術 或是手法魔術 他要帶給人家一個奇幻的那種 不可思議的感覺 一種很期待的感覺 對 更何況是今天看的 都是全新的魔術 但是我有個建議給瑞翔好了 我覺得魔術師的個人的魅力 你一定有 因為你長得又帥 然後你變出來都是一身黑 然後 就是 你在台灣的年輕魔術界 你算是非常非常優秀的 而且你的原創性 你的創意性 你的多變性 你的藝術性都是有的 可是我還是覺得 口語表達一定要精進 還有等這個時刻 比如說一開始 你在變這個水 你倒在手上 我倒了喔 然後你在揉揉揉 然後這個攝影師跟著你在跑 然後揉的時候 有一點點 就差那麼零點零幾秒沒有跟上 你停了一下下 你絕對不可以停那麼一下下 讓我們觀眾覺得說 到底是要 失敗了 對 不可以 就說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就是你要營造 更詭異的氣氛的時候 讓我們猜這裡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們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我不知道你要弄出氣來 我以為要弄出一個冰棍冰 我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也許你拿出一張椅子 不知道會揉出什麼東西來 對 所以 那個時刻很重要 你要掌控 雖然你有兩個很真從 太堅強的主持人在你旁邊 我們這種精中級的 可是你要壓倒他們 你要站出來 你就要一副就是 這場就是你的 你不管他們 徐佳瑞加得不錯 來 掌聲 非常好 真的 想不到你也懂這個 他懂表演 懂那個體重心理 他懂那個欣賞的感覺 還有那個心理的過程 這通過了 最強大國民最強魔術士 恭喜你 來 尤其沈玉琳出來頒獎 來 出列 魔術三太子 你中我們的步驟幹什麼 你中我們的步驟幹什麼 你中到臉了啦 有沒有怎麼樣啊 OK啦 恭喜周睿祥 這臉有沒有刮傷 是我們的最強武術師 謝謝 恭喜 恭喜最強武術師周睿祥 順利進入最強武術堡囉